请继续收看 创意比财尽在运通 欢迎收看股市将军 感谢各位长期的收看 那目前余老师还是第一名 全台第一名最有公信力的老师在这边 我强调是最有公信力 所谓公信力就是说 正在收看我们的会员朋友们 他不会因为看到我在讲 比方说我们的测标 我打上去的通通都有 你不会看的就是牙痒痒 就是一直奇怪 我都没有 我老师说的我都没有 那首先我们来看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今天又创新高 我想台北股市 我强调过非常多次了 你有时候看比较短 比方说你上个礼拜 你看到是这样的格局 会不会怕 不要说不会怕 说不会怕是骗人的 一个跳空缺口往下打 然后断交 那其实在这样的格局 有在那种氛围 其实我在节目上 我有强调过一件事情 我说这一个 这一个什么 这一个 这一个 注意看哦 我说在多头的架构 多头的架构 你背起来吗 我常讲说多头的架构 多头的架构 多头的架构 就是还涨几跌 还涨几跌 还涨几跌 但是在涨势的过程当中可不会拉回 当然是可以拉回的 当然是可以拉回的 那你今天看到台北股市 这个指数再创新高10379 10379 你这边可能是有一点点的悲观 但是到今天可能又开始乐观 是不是这样子 这就是投资朋友啊 那我希望你要这样子来 凡事你就正面思考 任何事情 请你正面思考 那你要赚大钱 你要问你自己啦 做人做事要成功 那你来股票市场要赚大钱 就这三个步骤 就这三个方法 没有别的 你要找到对的人 做对的事 重复去做 包括你人生成功的秘诀 都一样 都一样 那我们来股票市场 我希望你这么做 你来股票市场 你来股票市场 我希望你这么做 你要大声的告诉于老师 老师 我今年啊 我今年一定要翻身啊 万点的行情 你都不想翻身 那你觉得呢 你什么时候才能够翻身 你什么时候才能够翻背 可是投资朋友 有一种现象 投资朋友 常常会做一种事情 就是说 你到关键的时间 你都不会去做取舍 你不会取舍 你不会取舍 那我今天希望你做一件事情 我希望你来体验这样子的感觉 体验什么感觉 体验换骨的乐趣 我再讲一次 我希望你正在收看 于老师的节目 你今天一定要来体验 体验什么 换骨的乐趣 换骨的乐趣 那这个注意看哦 倒数 倒数九天 什么叫倒数九天 我节目上我不方便讲 你要打电话进来问 什么叫换骨的乐趣 什么叫换骨的乐趣 如果你在操作的过程当中 你只买不卖 我大概把它简单化 你大概就听得懂 买骨票有时候就像吃东西 买骨票很像吃东西 那连续一直吃 你又不运动 那就越来越胖 可是当你吃很多东西 你要瘦下来很难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吃很容易啊 每天就一直吃啊 一直买股票啊 买股票很容易啊 买了一堆 可是你没有什么 没有去处理它 就等于你吃了一大堆东西 你没有去运动 你没有去消化它 那你当然会越来越胖啊 你当然会瘦不下来啊 这很正常的啊 我之前有看那个网路那个谁啊 那个人蛮红的 那个有一个历史老师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 有一个历史老师 他很多学生失恋 那就问那个历史老师 老师我很痛苦耶 我很痛苦耶 我有很痛苦耶 那个历史老师就问 你是在痛苦什么啦 老师我失恋很痛苦耶 那老师就 那个历史老师很有趣啊 他就回应学生说 其实啊 其实啊 恋爱那个过程一开始 恋爱刚开始那个过程 那我先问各位一下 龙虾好不好吃 龙虾当然好吃啊 那老师很妙 他就跟学生讲说 恋爱一开始就像在吃龙虾 就好吃的龙虾好吃吗 好吃 但是你吃了八道兰 你经过一段时间消化 出来变成什么 其实是一坨大便 那那个老师就跟那个同学讲说 那请问你 你是要继续看着那一坨大便 还是说去找下一只 更好吃的龙虾 这样懂得吗 这样懂得吗 操作股票就是这个样子啊 当你在买股票 就很像你在吃龙虾 你一开始买股票 你不看好你会买吗 你不看好你会买股票吗 这不等同于就是 你一开始在吃那只龙虾 一开始当然吃那个龙虾 好吃啊 好吃啊 但是当你觉得不对的时候 你不需要望着那一坨大便 啊这一坨大便那咧 就像你这一股票 你要不要处理 你要处理啊 你不能不处理啊 你不处理它永远就是一坨大便 那或许你今天要说 余老师讲话都很没水准 我告诉同学 来市场不是来比有水准的 是来比可不可以帮你赚得到钱 我说过了 我今天解再多的盘 没有用的 因为我不是带各位操作指数 今天就算涨到10379 我强调过很多次 我说我带会员朋友 都是买这种股票 我像你常常在收看余老师的节目 我是一个很真的人 很真实的人 我绝对不会讲好听的话 我说你来股票市场 你就是要来找什么股票 这个叫标股 标股一定要找股本小 我说你一定要找标股 你才有机会翻身 你没有买标股 你绝对翻不了身 我曾经也在节目上说过 如果你不喜欢余老师这种股票 小型的股本 那你可以买什么股票 我曾经在节目上都有跟你讲过 我说你大可不用参加余老师的会员 因为你不喜欢小型股嘛 你不想要翻身嘛 你不想要翻倍嘛 你只想要到年底 老师我到年底 到今年的年底我可以赚10% 你有没有印象 我曾经在节目上说 那你你可以买这个 我有没有在190块 好远的日子了 同学 在190块的位置 不到200的时候 我就曾经在这边 就跟各位投资朋友说 如果你真的不喜欢 那你可以买什么 买大支的 买台积电 我有没有讲过 我有没有讲过买台积电 我有没有说买鸿海 我真的没有跟各位开玩笑 我真的没有跟你开玩笑 我真的没有跟你开玩笑 我还跟你讲过说什么 你可以买这种大支的 你如果买就买这种大支的 但是有什么这种大支没人敢 没人买啦 没人买 没人买 为什么 为什么 很矛盾 你会不会觉得很矛盾 你会不会觉得相当矛盾 跟你讲了 你会觉得说 我没人买 我没人买 你买股票 偏偏不会去 这就是我在节目上强调过 这个字卡我再给你看一次 我说过 我们来到股票市场 如果你一直按照 你的逻辑方式来操作 我敢跟各位保证 你永远赚不到钱 你永远赚不到钱 我说过股票市场 最重要的关键因素 关键因素在哪里 看这里 这个叫 有人在里面 来 放大一下 你一定要记住这五个字 股票市场最重要就是 这五个字叫 有人在里面 那我问各位 台积电没有人在里面吗 台积电是目前 全台湾最大外资 最大体系的 有没有人在里面 当然有啊 鸿海呢 也是有大人在照顾啊 有大人在照顾 他股票啊 你懂我的意思吗 你有没有懂我的意思 但是时空背景 有时候 有时候 你要了解 你要了解 有人在里头的股票 你会不禁的怀疑 为什么十五天 十五个交易日 十五个交易日 可以涨85% 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可是当你错过这一段 当你错过这一段 你后面你永远赚不到 你会赚不到 你有没有印象 那后来我没跟你讲说 你可以买什么 买辣椒 我时间讲的都是什么 都是我讲的时间 连包括卖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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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请问我请问你 来放大给你看 我卖出对还不对 这一个位置 很抱歉 小弟卖到最高 我修正一下啦 没有最高啦 最高是54.9 那我们在节目上讲说 我卖53.9到54块半 留一点给别人赚 你这一段时间 你看 你看还在等 还在等 可是你可以什么 你可以买这个 有没有 有没有 你到今天 你到今天 你会发现 余老师的股票就要强 我的股票就要强 难道这样不强吗 我问你 这样不强吗 我请问你这样不强吗 你没有感觉吗 你没有感觉 你没有感觉 因为各位怎么操作股票 你们是这样操作股票的 你的操作跟我操作 是永远是不一样的 你仔细看 我说过了 你要找的是 有预告 有字卡 有抗讯的老师 你看 老生常来你都会说 我都在讲过去式 但是这些 你听得进去吗 你听不进去 你听不进去 诚如我而523我就跟你讲说来预约 这个叫6月的辣妹 其实它就是辣椒 你应该知道它叫辣椒 523 523我就开始跟你讲 6月14号登台 请问你 如果你在5月23号 5月23号你有看到这一张 这是我节目上的测标 已经跟你说 给你照照 来 有什么 有最新的 我有字卡 我有预告 如果523 你已经知道6月14号即将要登台 它叫什么 你现在都知道了 叫天堂2 因为现在手机 电视 全部都是这个 全部都是请你去加入它 有没有 那为什么在523 523你不来 但是我全程都有帮你追踪 包括瞬间性的拉回 这要拉回到5日线 这个拉回到5日线 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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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没关系 因为它要回撤39块 因为我有抠讯 6月1号 6月1号 我们是有抠讯的 我还问你什么 我有没有全程帮你追踪 我还问你说 这6月1号会不会创新高 那有没有给你看我们家 我们家 我讲有 我说我跌停板 我都敢买了 我请问各位 我有没有抠讯 我有抠讯 可是当什么 当创新高 你就兴奋呢 什么叫创新高 看清楚 6月13号 6月13号 很兴奋 但是我已经跟你讲 这6月13号 我们会员的朋友的抠讯 叫全数下车 我卖53.9到54块半 叫谢谢 谢谢 可是在6月13号这一天 6月13号这一天 你会因为什么 你会因为这个 你会因为这个 你会因为这个叫 辣椒处分 棒辣椒 6月13号 5月23你没行 你6月23 我是看到报纸 我很紧张 这样已经80% 我问各位 我看到报纸 6月13号 处分棒辣椒 我有没有先讲 我有没有之前在讲 棒辣椒多少钱 叫棒辣椒 160 再看一次 放大一次 5月24 160 叫棒辣椒 如果余老师在这个位置 没有去再三的 耳提灭命 没有在节目上 讲得很难听的话 我说我常讲的话 你们都不喜欢听 甚至有一些 网路的乡民朋友 常常会来指教余老师 余老师 你讲得很难听的 我有跟你说 不要多吗 我有跟你说过吗 我说这 那你这已经280% 我160跟你讲 你不相信 已经涨了80% 涨了80% 你去买棒辣椒 我有没有在这几天 一直讲 一直讲 我说你买 你买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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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义吗 那今天剩多少 你有没有发现今天剩多少 145 145 收151 我也没有在 260 270 280 我说你还在买啊 你还在买棒辣椒 我难道没有在节目上讲说 我那时候比的这个手势 很难看 就拍一看 我说人家辣椒 都在处分棒辣椒 我没有讲说 你难道你要当大股东吗 你的手可以接刀子吗 我当时候就这个手势 你的手可以接刀子吗 我没有讲过吗 我没有讲 我有讲 我有讲啊 可是各位不相信啊 你还是很喜欢 照你的模式去买股票啊 没有吗 那事实证明我是对的啊 你要跌了一百多块 跌了一百多块 就没有人要理你了 但是我要告诉你 我今天换我跟你站同一边 你听清楚哦 我今天跟你站同一边 你有这档股票你来找我 你不要再杀了 你不要再杀了 我比这样给你看 你不要再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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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够意思了吧 我起账的位置跟你讲OK OK 我起账我跟你讲OK 但是这边没有人跟你站同一边 我这边再三地叮咛你 跟你什么 跟你讲一些很难听的话 我说你这要买买 你要拿手接刀子吗 你不相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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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今天没有人关心你的时候 我站出来 我跳出来 我全程帮你追踪耶 不是吗 还是说我今天又要去拿最新 今天最新最强最猛的族群 就是被动元件 难道我今天要拿被动元件有的股票 来跟你讲吗 我没有啊 你懂我意思吧 我不是这种老师啊 我的股票在上面啊 抱歉啦 這裡啦 這裡啦 有去吗 有去吗 股票每天要去 那是很累的事情喔 如果你要选择的老师 就是每天每天 你看一下 我节目上讲来 我说过你错过 来看清楚喔 你错过冰台 你错过辣椒 我没有跟你再三强调 我们叫全心锁定 全心锁定 全心锁定 6月15号7月很 有没有 注意看 2天15块 3天25块 那我请问各位到昨天 4天28 那我问你一件事情 3天 注意看喔 3天25 4天28 我问你一件事情 我们家都有扣讯喔 不好意思喔 我们大会都有扣讯 你要不要看一下 我昨天发的扣讯 如果你是我的客户 你是我们的会员朋友 很开心啊 你收到这种扣讯 你会感觉每天 跟我们站在同一边 那种很像嘉年华的感觉 我念一遍给你听 我说7月很威 这两票真威啊 我们给威哥掌声鼓励一下 目前再创新高117块 吃股抱劳 4天28块 全市长第一 我们随时会加码买进 吃股安心抱劳 这是我们的扣讯 你有这种感觉吗 你收到这种扣讯 你会觉得 哇老师很棒 掌声鼓励耶 你有收到这种扣讯吗 那我们做一件事情 涨了28块 再看一遍 涨了28块 4天涨28块 4天涨28块 我让你看一下 这是它 美国3D system 大涨 尤其是昨天 前天大涨5% 昨天稍微小回1% 这叫趋势的多头向上 美国最大的3D system 那这一家公司 实在很威 实在很威 就是代理这一家公司 那今天3D system 你看到它稍微小拉回1% 那我们家今天的股票 可不可以在涨了28块 稍微拉回2块 不行啦老师啊 怎么可以拉回 这是你们 这是你 那我们的会员朋友 帅啦 爹啦 我们20几块啊 你贡去买到 你当然也不行 你当然也不行拉回 差在哪边 差在这边 所以你看节目 你每天看节目 跟是我们的会员朋友们 差在哪边 差在这条 差在这条分水嶺 差很多 不要省资讯费啦 不要省资讯费 所以我说过啦 同样同一支股票 同一天的格局 你的看法 你的感觉 永远都跟我们的会员朋友不一样 节目上爱与我不能去 因为其实我老实讲 我本来很想拿 我会员朋友一直给我看的 因为我收到的那个很感动耶 那些LINE的资讯 都是会员朋友传的 因为有些会员朋友 这些当时我都 我都有请他不要碰 不要碰 不要碰 不要追 不要碰 不要追 不要碰 有来找我的 我都请你全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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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出啊 难道没有吗 那你有没有避开那一段 很多投资朋友避开那一段 你避开那一段 你还有机会翻身 你还有机会翻身 我讲的都是事实 所以我说我们的股票 我们的股票难道不能 我们家的股票 来来来 而且我们家的股票 来 大家看一下 这是暑假 这我讲过了 余老师不会因为 来注意看 这是我预告 礼拜一预告的股票 礼拜预告的王者之龙 你看喔 这叫王者之龙 我都有预告 有没有预告 这是昨天 昨天我们的抠讯 我稍微让你知道 帮我看一下 这稍微有点小 来我们来放大一下好了 我说我们低档买进的王者之龙 我来说明一下 有关他筹码的部分 他的股本8.5亿 也就是有8万5千张 我说过了 光董事长一个人 王俊博先生 一个人持股就高达 4万3880张 那持股就超过51% 如果再加上董监事 中石户 据我的资料 好 看到这边 我解释一下 今天可不可以拉回 不行啊 怎么可以拉回 黑市令 那我们买在这边可不可以拉回 我们买在这边 我们买在这边 今天有没有拉回 今天还是有小拉回 为什么拉小拉回 没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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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没有人跟你站同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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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今天的日期 6月2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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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讲叫6月21号 我跟你站同一边 可以吗 你有的要来找我 没有的不要手贏 你不要说我叫你不要杀你去买 事情不是傲人收集 我是可以帮你解决问题的 懂我的意思吗 我今天跟你站同一边 你不要乱杀滴 你来找我 我帮你 那我刚才没讲完 8.51 也就是有85000张 扣掉董事长一个人 就有43880张 再扣掉董监 中十戶 你难道 你难道不会算吗 那现在流通在外的张数有多少张 那再加上他连续摆脱13季的亏损 去年第四季开始转亏为盈 重点是什么 来 给你看这四个游戏 你如果有在玩游戏 你都知道我告诉你 这现在都没这样说 阿伯都有这样说 这 来 这你不要看过 不要看过 来 这 这也他们家的 这 寻情记 老师 我没在玩游戏 新三国 老师 我没在玩吞食天地 这 这就是这间公票 叫王者之龙 中国大陆上架了 这四党 四党的IP的授权金 7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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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我今天比这个手势 7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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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怎么样 你如果都知道的话 你在买股票 你也知道我刚刚算过筹码给你看过 流通在外的 章数胜不多 还有这些内容 你都知道的话 你做股票 你也知道 你也知道 你也贪得到钱 你不怕 你不怕 那我希望还是请你来 请你来 因为我还是强调 你每天在收看 你每天在收看 每天在收看阿君的节目 陈君 就是我阿君 你在收看就相信我 我可以改变 改变你的生活 你要来找我 你要来找我 好 我可以站了 怎么办 一 跑下 二 有步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投资的制胜关键 您需要领先的资讯 精准的分析 大来专业分析团队 为您掌握 大来国际投顾 请直播 02 2365 9333 02 2365 9333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拒绝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灵迹 Choose your own line 额排气密窗 投资的制胜关键 您需要领先的资讯 精准的分析 大来专业分析团队 为您掌握 大来国际投顾 请直播 02 2365 9333 02 2365 9333 做父母的最怕听到肠病毒 一个疏忽小朋友的健康 就可能受到威胁 家中宝贝如果感染肠病毒 一定要注意重症的前兆 像是试睡 手脚无力 意识不清 持续呕吐 睡眠中突然出现 惊吓到的反射动作 呼吸急促或心跳加速 出现这些症状 一定要马上到大医院就医 以免措施治疗黄金期哦 任市场病毒重症前障 许孩子一个健康未来 小资朋友来 来找余老师 我说过来市场一定是来买标股的 买标股才有机会翻身 我每一档都有说明过了 你错过冰台 你错过辣椒 全新锁定的实在很微 实在很微 没有漏气 四天28块33% 那我也说明过 你很多用不完 我知道啦 老师我很多用不完的 没有关系 你只要想尽办法来找我 我帮你忙比较快 那这个 什么叫倒数九天 倒数九天 有一个计划 倒数九天 很关键 非常关键 很关键 你错过冰台 你错过辣椒 再看一次哦 倒数九天 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要来找余老师 我说过 我说过你每天看一堆节目 你每天看一堆没有用的 你就相信阿君啊 你在收看阿君啊 郑君 你相信郑君 你来找这个人 这个人可以改变你的生活 你要勇敢的拿起你的电话 勇敢的拿起你的电话 那就对了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 本公司于所推荐 分析出各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创意比赛 投资的制胜关键 您需要领先的资讯 精准的分析 大来专业分析团队 为您掌握 大来国际投顾 请直播 02-2365-9333 02-2365-9333 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我喜欢不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明镜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七米床 额排七米床 02-2365-9333 地震了 怎么办 1 爬下 2 掩护 3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